第一个是台湾的农业的育种 然后第二个是医学的疫苗 第三个是所谓的发酵技术 生技公司总经理面对镜头侃侃而谈 对未来的生技医学充满愿景 但公司内生产的保健食品 现在竟然出了问题 包括医疗保健品医生区敏素康 葡萄糖胺发泡钉紧固力 还有胶原蛋白塑身食品爱美丽 被检调查出 业者涉嫌将产品改标延长三年贩售 而且是从2013年开始 把即将过期或已经过期的产品 一律改标贩售 检调人员前往公司 为在台中清水的办公室搜索 查扣了十几万颗保健食品 并将涉案人带回征讯 确定有问题的部分 我们都已经扣压了 那能不能搭出去的部分 这个部分可能后续还能在清场 这几样产品价格都在两三千元左右 并不便宜 听到又有黑心保健食品流窜 消费者忧心忡忡 欺骗消费者 然后其实是很黑心 就是没有把消费者摆在第一这样 既然花钱的买保健食品 我们就是想要照顾自己的身体 那如果今天又吃到 是过期的商品 那我当然一定会觉得很厚 成立于2009年的景泽生技公司 以生产保健和营养补充品著称 近来还推出安心蔬菜和植物工厂 导入植物工厂 纯粹只是让消费者想要吃有机蔬菜 那我们干脆就自己进来 业者标榜公司由专业医疗人员创设 结合个人的专业领域 提供优良的产品更更合理的价格 对比现在将保健食品改标贩售 显得格外讽刺 记得曾伟祥 黄总盈 台中报导